吃完饭没有 吃完了 早就吃完了 我爸爸等你们两个下就送铺子 不要在这里跑来跑去 咕咕家在那里搞装修 万一被砸到了就不好了 走 好的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来 好的 叔叔阿姨跟我打个招呼 又来了 大家好 我是罗一轩 你看哥哥怎么讲的 来 重新来 叔叔阿姨 我是罗一辈 走吧 难为你了 大家好 我是永哥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昨天 帮小北干妈家卖葡萄的一个视频 发出去之后 我后来的私信已经超过 估计已经超过100条了 我也没去数 是真的好多朋友都要葡萄 因为怎么讲呢 可能就是没打药的嘛 然后我在高度树上摘下来的 大家都想吃新鲜一点的 说实话 我一单都不敢接 所以我一直在等邵阳那个朋友 收到葡萄的那个信息 然后他今天收到第一时间给我拍照了 也跟我讲了 至于原因 我等一下送完葡萄 我在上来跟他讲 因为昨天那个顺风的老板 他看见那个葡萄蛮好的 他也要几十斤 我现在下去给他送 热死了 热死了 屁股都被烫成猪了 我要烫成猪了 以后不能马上上车知道吗 嗯 因为这车晒了几个小时了 里面很烫 要等爸爸开一下风扇才能上车 好 懂了 记好安静带 我们准备走了 现在到小北干嘛卖葡萄这边 我叫你全部搬上车啊 这葡萄是蛮漂亮的 就是这种葡萄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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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坐好 来 来 给你 吃一个小子好 嗯 对不对 野公公子吃的 我们要走了啊 嗯 坐好 就安静带 爸爸就下去了 去下去给那个奶奶送葡萄 嗯 就好了 我们走了 好烫 上下 来 扔一下一下呢 那你直接扔一下 快点 我要上去了 别唱了 干净车 我来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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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个要钱的 哈哈 我学习了 哈哈 我就没开盖子了 就这样子 你抬起抬起来 没撑 我没撑 对 很甜很甜 你拿去就送你家了 那送你了 他肯定是拿来送你的 你看一下重量 钱给他就可以了 钱给他就可以了 他家的 我弟弟家里的 我这个弟弟做起生意了 还是可以啊 可以多到一面了 这个房间他收钱我就不管了 我给他拉下来 我说你自己家一家啊 你自己收钱啊 好 哎呀 呵呵哟 呵呵哟 老仔 继续转啊 坐好了 爸爸要走了 这边回去了 把脸这样不安全 哎呦 这个小男后 每次坐着就睡觉 哎呦 哦 现在到家了 刚刚把贝贝放到床上 刚刚打开张看了一下 又是十几条信息的 嗯 葡萄是这样子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嘛 就是说 嗯 小别的干妈 也没少照顾 所以 嗯 我之前我也没做这个 所以也帮不到他什么 我现在做这个行 就是说有朋友要的话 我能帮他一点 试一点 因为 他们两个年纪也大了嘛 嗯 出去卖 跑来跑去也不方便 所以我当初想的是 如果说有 少东附近的朋友 就是说 需要的 然后自己开车过来摘 这种是最好的 因为那种是 纯粹是没打药的嘛 基本上如果打了那种 就是说青红素的 就基本上卖的很早 像现在田里面还有的 都是没有打药的 那个少阳的朋友是这样子 他是 人没在家 然后 他买一点给家里人吃 这个葡萄 我之所以拒绝大家 我把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葡萄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魔宝上面 基本上都很少有人卖 因为这个的确不怎么适合 发快递 尤其是现在这种是热天 它太阳晒过之后 就像早上摘了 然后放到家里 就是说让它量一段时间 它在打包之后 然后在快递的途中 它就会 撞来撞去 因为葡萄的本身就比较软嘛 这种就是巨峰葡萄 那种比较大颗的 然后一撞软 它一流出汁水 它就会弄得其他葡萄也跟着坏 这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个价格 有些朋友看到是四块银金 然后也对比了一下 它本地的价格 就是说 可能就是觉得 我这边四块银金 比较便宜 而且又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又比较新鲜 所以很多朋友想要 但是这个四块银金 我跟大家说一下 是我没撞小白卡玛卡玛一费 我没撞小白卡玛一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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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吗